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2018年成功挑战空中转体三周半的 澳洲单板滑雪好手加森 突破自我成为女性选手 达成这项挑战的第一人 时隔四年在瑞士最近举行的滑雪盛会上 聚集世界顶尖好手 接连出现两位达成这项壮举的 日本和加拿大女性 来到瑞士克莱恩·蒙塔纳山中的 一片雪白世界 日本单板滑雪选手颜渊俐乐 一冲而下再飞腾而起 面转歪轴转体 完成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度挑战 成为史上第二位达成这项壮举的女性 颜渊俐乐年仅20岁 已经是世界极限运动会多项奖牌得主 在2022年北京东奥上 她首次挑战空中转体三圈半 空中动作完美达成 可惜的是在落地时跌倒挑战失败 但她认为加塞的成功一直激励着她 才决心再次挑战 随后加拿大选手布劳恩 也在同一天完成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度挑战 成为史上第三位达成这项壮举的女性 而在单板滑雪赛事的自由式项目下 这本选手迪元大翔被转平转 完成了空中转体六圈 这是至今没有任何滑雪名将达成的高难度动作 年仅16岁的迪元大翔成为世界第一人 除了单板滑雪的精彩赛事 在双板滑雪的比赛中也让人拍案叫绝 男子最佳特技有贾德 女子最佳特技则由沃尔夫分别拿下 这场滑雪盛会上汇集各路好手的精彩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